三个月 要不要坐着 不用了 行吗 应该没事 没事啊 你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呢 小伙子 我想照顾好孩子和我自己爱人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问题是他们家里 现在给他找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而且他们家现在特别不愿意 找一个北京的儿媳妇 也特别不愿意接受我跟孩子 你们两个之间有问题吗 我们两个之间没问题 但是现在有问题了 就是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一回去然后父母就跟我说 这个婚姻的事情说 也年龄也不小了 然后早点成家 我说我自己有女朋友 然后这事你们不用着急 也不用操心 然后他说不行 这个你女朋友是北京的吧 我说是 然后说他就跟我说 北京女孩生活习惯 要求都比较高 比较娇气 我说这个你倒不用担心 然后他就不行说 你还是回来在咱们这边工作 然后在他们就看中了女孩 然后让我去相亲 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我自己有女朋友 而且相处的好几年了 他们就说不行 你必须得去 然后父母的意见 你说不听也不行 不能给她没有台阶下 然后我就去了 就要认识一下 认识之后 我就回家 也没在意这件事 过完年之后 我就来北京继续工作 这时候呢 我父母就说 你带上了这个女孩 她在家里现在没事 也没工作 然后你带着她 去在北京 给她找个工作 然后她也没去过北京 我说这个不太方便吧 女孩你让我带 我那边也是自己租的房子 肯定不行 然后父母说不行 你要不带她的话 你就不用去北京了 就留在家里 然后我也没招 我必须得来北京啊 然后我就带着她 一块过来了 然后过来就 也没地方去 她当时也没找到 什么工作 之后就住在了 她的家里 那这个时候 她跟你说过吗 她之前从来 没跟我说 而且我的工作是 五一跟十一之前的 两个月就特别忙 然后我也就没有 多上他们家过去 但是我一过 过完节之后 我上他们家 到他们家楼下嘛 然后给她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说 你现在在家呢吗 她说她没在 我说你什么回来呀 大约十分二分钟的话 就回来了 离得也不远 我说那行吧 我说你现在我过去 不也锁门了吗 你想 然后我在旁边菜市场啊 什么的 买点菜 买点水果 那一上菜家 就直接就敲门了 就没有给她打电话 结果敲门的时候 出来的迎接的是一女的 我说你是谁呀 然后那女的 直接告诉我说 我是在这女朋友 然后这个时候 她就回来了 我问个细节问题啊 您说 你租的是一居室 还是两居室 还是三居室 一室一厅的 你们怎么住呢 这女孩是住我这儿 但是我一直住外面 住朋友那边 你女孩子我就觉得 那人家为什么说 是你的女朋友呢 这个主要我觉得 她就是我妈 给她在后面 不是 她也是年轻人啊 人家怎么会说 我是她小赵的女朋友呢 那您有没有告诉 人家姑娘说 我自己有女朋友啊 我跟她说过 我说我也有女朋友 你不能跟我来北京 而且我也自己有房子 你不能来 但是她就说来 想来找个工作 后来也没找到工作 而且还在你家 住这么长时间 三个多月 那后来这个事 被你发现之后 那女孩回去了吗 之后我就跟她 大吵了一架 然后我就说 要不你把她送回去 要不你就让她出去住 就不能在你家住 哪怕你说 你提前跟我说一下 或者怎么样的 说你在你小区里边 给她单独找一间房子 你说离得近 或者怎么样 那你空调走了吗 她跟我说是在两个月 差不多两个月以后吧 她说是走了 之后她也是求我嘛 还要跟我好 就是电话 短信 电话短信 然后道歉嘛 说这也不是她的意思 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去 回去了 回去之后 还是发现了 她跟那个女的 有来往 当时她跟我说 那个女的是回去了的 但你怎么发现 她们俩还有来往 当时我同意 我发小什么的 也是因为 我心情特别不好 带我去西单 去那个大学军 去看电影 但是当我们出来的时候 发现她跟那个女孩 就正好在门口 她好像还看到我了 然后就赶紧 你要躲的意思 就那次我带她 去找工作 说电影院 有个什么售票的 然后我就 带她去找工作 你这个还真是 我刚从时曾下来 她那招不招人 我不知道嘛 结果正好就碰见她 小子我跟你说 你这里面就有 明显的说谎的漏洞啊 你看啊 你说人已经走了 她却在电影院 又碰到这个人了 这女孩 我说你赶紧走 但是她没有走 然后我得给 找个工作 那她住哪呢 她这段时间 还是住我那边啊 那你还是在骗她呗 我从来没有 对她撒谎 而且没有说过其他 我现在也没有 对她说谎 只不过是 你一直在说谎 一直在骗我 只不过这件事情 我说她不走 我也没办法 你说我不能把她 那那姑娘 现在走没走啊 现在回去了 真回了 8月份就回去了 之后没找到工作 就回去了 回去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她还是跟她有联系 而且当时我是 当外有体检嘛 就查出 怀孕了 然后这个事 我就想跟她去说 跟她说一下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然后你也跟你们家里的 也说一下 跟她说 让她去传达这个意思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嘛 然后后来 但是将近等了两个多星期吧 就一直没心 也不知道她这到底是说了 还是没说 你说还没说啊 我就主动给她妈打了个电话 是你给她母亲打了电话 对 我给她妈打了电话 一开始我跟阿姨这边 还挺好说的 就是希望她妈能同意 我们两个在一块 然后我听她妈那态度 就是不愿意 就不愿意找白九女孩 后来我就跟她妈说 我说阿姨呢 我现在查出 我已经怀孕了 当时我说完了之后 她妈态度立刻就变了 就你怀怀你都不能进那门 我就认定我家里那个 那个给她找的那个姑娘了 然后她现在也怀孕了 我当时我就不知道 要跟阿姨怎么往下说了 我就把电话关了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是没有的事情 你当时也是 跟你女孩打电话了 我让你再打的呀 之后她那女孩 不亲自也说了吗 她亲自说 她自己在电话里 自己都承认了 谁承认了 那女的 后来我打电话也问了 她就是和我父母一块 穿东西了 然后骗我让我回家 然后和她结婚 那就是说她还喜欢你吗 许元航跟你在一块呗 她喜欢是她的事情 我们俩 那你们俩 你只有联系 我有几个问题 我特别想问你 你能正面地回答我吗 可以 第一 父母让你去相亲 你去相了亲了 同时 出于对你母亲的孝顺 你也把这个女孩 带到北京了 为什么不跟女朋友说 说我没办法 我妈妈非要让我这样 为什么不说 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是小事情 我觉得没必要告诉 OK 这是小问题 当你们俩 因为这个女孩 住到你家里面 一住 住了三个多月 她又到你这儿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她开始跟你争吵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还不把这个姑娘 带到你父母的面前 跟你父母说 你看这是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俩在吵 一直在闹 我现在就是说什么 她也不听 没有 然后我 等到后来 我就打算带她去 一块儿见我的父母 接传我们又说了 已经怀孕了 你也知道她怀孕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不把她带到 你的父母面前 去跟你的父母说 爸妈她已经怀孕了 因为我父母 一直一历地反对 我和北京女孩交往 你别来这套 见都没见过 怎么反对啊 你们俩交往几年了 四年多了 四年多 你都没带这个姑娘 回趟家吗 没有 这个其实 为什么不带呢 我们两年底 想要成家 所以没想告诉她 到最后想告诉她们 前后矛盾了 你明明知道 她们不同意 你跟北京女孩 谈恋爱 为什么要在 零结婚之前 才告诉她们呢 全是自相矛盾的话 你父母 在什么意见 一开始也是不希望 我找外地的男朋友 说外地的可能 他们现在知道 你的身体状况吗 不知 还没敢告诉她 但是她知道 我有个男朋友 是河北的 知道有她 见过吗 没有见过 但是现在不在反对 接下来我们听一段 小赵母亲的电话采访 我也没听过 我想听她母亲 到底是个什么意见 我非常不托于她在北京 我老家分店 关系有多 朋友有多 所以给她能找到 一个合适的 你是在老家 已经给她找了 一个女朋友是吗 是 这女孩家里边 挑战也不错 和她也挺合适的 希望她会到我老家 会到我身边 北京的女朋友 她已经怀孕了 您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这事 我希望她早一点 不得的这事 去做了 以后去俩人分开 您在老家跟她找的女朋友 也怀孕了 是吧 变怀欢迎不欢迎 你赶快回老家 我现在已经早点 是妻子 我任意的妻子 赶快回去结婚 北京在里 你赶快收拾 老家的妻子 什么心中的妻子 那个 因为您现在 没愿意来现场 给您儿子来调解一下 这个事吗 你一定要去 那个饭 我二日喝了她 就没你那个饭 我这没必要去 你看现在你们 还是这种态度 她就是接受不了我 那你说我 以后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想法 我是咱们 然后直接去 去找我父母 她现在就是 接受不了我 你也不是她 而且她现在 我把人都打掉 你也不是她 那根本就没有 想见她的意思 你不是她 内心所想的 那些什么都不会 而且是 不是说什么都不会做的 两位您是人 我有几个问题 分别问一下 如果她父母 就是不同意 但是这个臭小子 她想娶你 你嫁还是不嫁 如果她能做到 娶我我嫁 娶吗 首先我觉得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我们经历了 真的太多太多 你还是在犹豫 我知道 我父母是 现在是极力的反对 娶还是不娶 我不想做一个 不孝的孩子 那就是不娶呗 但是我觉得 她和我父母 见了之后 他们主要想抱松 想要孩子 我想协调好我父母 还有我 和我 反正你就是 打死都不愿意 说这句话 我要娶她是吧 我真的是左右为难 我也想协调好家里 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五位智者 听听他们的意见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说实话 我挺诧异的 你们恋爱这么久 你还没见过她爸妈 没有 为什么不见呢 她也没跟我提过呀 但是你知道 她爸妈不接受你呀 她最后跟我说的 她接受不了背景 你知道接受不了 你为什么不去见呢 你既然爱她 当时我想让她自己 先去跟她妈 她爸家里就去说一下 她哪说得清楚啊 姑娘 如果你爱她 想让她娶你 你想嫁给她 你现在又怀了她宝宝 就算你不怀 你应该主动去见她父母 哪怕闹个不欢两散 最起码是我弄清楚了 我们到底之间 能不能相容 这是我自己的爱情 我不能靠一个中间人 或靠一个别人 靠想象 通过电话 去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不了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她到底是 是因为她母亲的原因 还是说她本身 就要对那女孩有想法 她要对那女孩有想法 那我离开 到底根本没有必要 去见她爸妈 你现在我和那女孩 就是我对她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想法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好好好 小赵 来 那个我们都是 别人的女婿啊 也是别人的儿子 想娶人进门 一定要自己搞定丈母娘 搞定岳父 同时搞定自己爸妈 如果你想搞定 一定搞得定 如果你不想搞定的话 那谁都搞不定 所以究竟能不能搞定 在于你有没有去搞定 你有搞定你自己吗 我只是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我觉得你搞不定 你也没努力去搞定 但是孩子你已经搞定了 顺序颠倒了 兄弟 她说她尽力而为 你就听话听声 锣鼓听音 她尽力而为 她究竟能尽多少力啊 她又能在她爸爸妈妈耳边 怎么介绍 在北京这位相处四年的女朋友 四年可不是四个月啊 不是尽力的问题 你爸爸妈没见过她 我就不懂 一个北京姑娘 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她 她人家自己 你看这个形象 气质 工作 哪方面都不比你差呀 但我就不懂 为什么你爸爸妈妈 就是接受不了北京姑娘 什么原因 你 你 你 不是 你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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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 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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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 分析也分析得头头是道了 所以我想问你 你到底想怎样 你想怎么样 你实话实说没事 真的 你把你的心里话都说了 是把孩子打掉 还是毅然而然跟他结婚 再或者是跟他分手 为老家赴命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带着他去见我的父母 下了节目 就立刻带他 怀着三个月生育的 他去见你父母 是吗 对 你准备带着他 怎么跟你父母说 说什么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而且他怀了我的孩子 然后呢 我们互相爱的对方 说说继续 我们将来会生活的一些 我要照顾好这个女孩